他某校每位學生上下學期各選一個社團 為該校所有學生上下學期選擇社團的 就是說學生都要各選一個社團 然後這個表 這個是這個表一 為該校所有學生上下學期選擇各社團的人數比例 上學期舞蹈社、溜冰社、魔術社 他比例是3比4比5 下學期的話舞蹈社、溜冰社、魔術社 他比例是4比3比2 他問說下類敘述何者正確 A他說舞蹈社不變 他說學生總人數上下學期不變 那這樣的話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他說舞蹈社的上下學期各社團的學生人數變化 下類敘述何者正確 A學一下是舞蹈社不變 溜冰社減少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來看他的那個總比率 這舞蹈社的話 佔全部的幾分之幾 全部是3 5加4是9 這12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等於12分之3 舞蹈社佔全部的12分之3 這個是12分之4 這12分之5 下學期的話 全部的4加26 6加3的話是9 這是9分之4 這個是等於4分之1 從4分之1變成9分之4的話 它是增加的 也就是舞蹈社 它人數是增加的 這裡是9分之3 這是3分之1 這裡是3分之1 所以溜冰社人數不變 這個是9分之多少 9分之2 那這個沒有變 這個人數增加 所以這個人數就減少 那我們來看看 A選項 他說舞蹈社不變 錯了 舞蹈社增加 這樣看B選項 舞蹈社不變 溜冰社不變 也錯 舞蹈社不變是錯的 舞蹈社增加 溜冰社不變 所以B選項也是錯的 這樣看C選項 舞蹈社增加這個是對的 溜冰社減少就錯了 溜冰社不變 這樣看D 舞蹈社增加這個對 溜冰社不變這個對 所以大家應該選D